水霞需要嗎 我這一瓶可以給你 那可以給我 還是不夠 可以可以 小編 你那個後勁真是十足啊 沒想到你加了三包 三包 古亞沙子可能我不知道他加幾包 可是他也蠻辣的感覺 等一下 我有個包裹 我先處理一下 有包裹 哎呦 你看 哎呦 好大包耶 因為喔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表弟 說最近身體有點虛啊 想要補一下 太辣吃太辣 寄補品給你 吃太辣 哎呀呀 保重 水多喝點啊 衛生紙還需不需要 還可以啊 可以 沒問題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要給我一個surprise 嗯 那我就想說 surprise是什麼 男生嘛 假設我想要surprise 我覺得啦 大概應該是比較屬於那個 但是我覺得 我的surprise是模型 OK 好 比如說那我可能就寄一個 美少女 沒有穿 外套的模型給你 我說的是戰機的模型 或坦克模型 弄錯了 所以是surprise嘛 結果這個surprise 實際上到後來是 我沒有真正的收到 嗯 結果是什麼情形呢 當然這個 我剛才講的 這一位就是叫他啦 他叫柯 軍耀嘛 是這樣唸嗎 對對對 名字也確實就寫他啦 也沒有問題啦 那也有地址嘛 那我就寄錯了 那結果就被海關攔下來 攔下來是什麼呢 這裡面什麼東西啊 就是說他裡面呢 不是辣椒粉喔 就是粉喔 濃濃的是什麼 然後就有味道嘛 嗯 就一查 既然是什麼 聞的是什麼 咳咳咳 喔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還是比不過古亞沙子 所以裡面 他這個也是辣的嗎 這當然辣的啊 笑話人家還是吃韓式那個辣麵 你看到沒有 你看 我跟你講 有時候輸人不輸陣 這個 怎麼可能這樣 然後結果 你知道後來 當然裡面是什麼嗎 結果裡面是粉 是大麻 等一下 大麻好像是毒品耶 大麻在台灣是管制的 為什麼寄來可以寄大麻來 寄了大麻來 那就是非法的 那收件人有問題囉 他收的這個包 不該收 沒有啊 他這等於是毒油包 什麼毒油包 當然是毒油包 我又不知道 你說要給我surprise啊 我又不知道 那你檢察官你去問嘛 檢察官真的視訊喔 我就問說 那你是不是說要給他一個surprise 就是視訊 surprise 結果呢 然後 他表弟就說 是啊 是是是 我是要給他一個surprise啊 喔好 那就沒事了 是嗎 可以這樣子啊 因為你 因為當事人不知道嘛 那 他表弟 他表弟 他表弟要寄這個包口給他 然後他 這個他表弟說 他不知道我要寄大碼給他 喔 我說要給他一個surprise 然後他也有跟我說 不要surprise 喔 所以這樣就沒事了 然後就沒事了 那如果你的表弟在那個 泰國那邊金三角 也寄了一盒的surprise過來 到時候你萬一被逮告的時候 裡面都是那個美金 真的 真的毒販 不會寫真的地址 寫真的人名 寄包裹過來啦 哎呀 那真的是surprise嘛 我是檢察官 我知道啦 對嘛 所以哪有毒販笨到 就算他自己要吸毒 怎麼會笨到說 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地址 這樣我們不是就好好 可以抓了嗎 對啊 如果是我的話 也寄到那處男製作人家裡去 也不會寄到我家來啊 雖然很辣 但是我腦袋還是清楚 哎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例子 立剛長你看這個例子 舊金三 他這個裡面是脆玉米盒嘛 結果實際上是大麻 然後這個男生是代收 他代收 代收 其實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他收到的這一盒 別人就跟他說 你可以幫我收包裹嗎 OK OK 好 那意思有點一樣吧 嗯 有 那我代收的人 我甚至是代收 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對 結果判刑 你看 四年兩年 好 那這個你可能會覺得說誰知道 他自己講代收搞不好 根本不是代收啊 這搞不好一番說詞啊 OK OK 好 好 這一個呢 他就是也一樣當人頭收包裹 那對方說這個是什麼 汽車零件 對方說汽車零件 對那就OK嘛 你既然你朋友要寄汽車零件給你 我幫你代收吧 我就收汽車零件嘛 這樣還有錢可以拿還不錯嘛 對 喝點水喝點水 這個牌子我幫你拿好了 來來來來來 好 好 但是真的蠻好吃的耶 不錯吧 韓國的耶 然後呢 準備的耶 結果最後怎麼樣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他八年六個月 不是汽車零件代售 只有裡面是海洛英就被八年六個月 我已經舉了兩個例子 對對對 好第三個例子是 收件人不是他 但是這個毒品出現在他家 就是因為他可能剛搬進去啦 就是以前的房客也好 或以前的屋主 留下來的 然後呢 結果警方大動作來搜索 就收到了那包東西了 然後到最後 結果又是個毒油包出現了 然後到最後真的 才發現說跟他無關 才沒事喔 那我要問的是說 今天我 為什麼可以這樣 那我今天 你姓柯 你吸大麻 不是 這個你知道吸 這個大麻是有問題的 大麻是毒品我知道 知道 那為什麼要叫人家寄給你 人家給我支托案啊 你不知情 我真的不知情 姓柯 怎麼樣 你以為你爸柯文哲啊 不是我爸叫柯建民 柯建民 怎麼樣 你有一件嗎 吃了嗎 你吃過你叫我吃 不是這個好吃 你有誠意嗎 餐廳裡面擺一拖 這個比大麻好 不要 你這差太多了 餐廳擺一拖 下次我們就 你看你緊張到冒汗了吧 下次我們會特別注意 不好意思 知道吧 什麼叫低調 懂不懂 低調 媒體那邊你要好好給我負責 懂不懂 你要先搞清楚 我爸是誰 這種事情都搞不清楚 你不看看我爸是誰 先查清楚再來 你們檢調什麼都有 這種事情你們不查清楚 找死啊 你是肚子餓啊 不然火氣怎麼那麼大 沒沒沒沒 我還是要尊重一下檢調 對對對 可是很奇怪 我們幫你測出來 你的尿液是陽性 那個可能是什麼 檢體有問題 檢體有問題 對對對 你沒有吸毒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吸毒 沒沒沒 真的沒有 對 陽性 對 那你們的檢體試劑有問題 才會出這種問題 對 你們採購一定有買中國的 買了中國的才會出這種問題 對不對 再這樣我跟我爸說 你是不是沒吃東西肚子餓啊 不然怎麼火氣這麼大 沒沒沒 好好好 不要緊張嘛 又冒汗了 你們做檢調的人 又怎麼可以這樣子緊張呢 你真的姓柯嗎 我是你小明 姓柯 對 你爸不是柯文哲嗎 不是不是 對 我爸比柯文哲偉大 我知道 就那個柯 柯什麼事 好吧 那你就先走吧 好 下次再說 OK 沒事囉 以後不要犯喔 沒事囉 確定沒事囉 以後不要犯喔 記錯了喔 Surprise喔 Surprise 所以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就可以走了喔 不行啊 那我就覺得不太合理 我就想要在 八卦版上面討論一下 可以了吧 八卦版 現在民主國家版 八卦版什麼都可以討論 這個是國家大事 應該 這算國家大事嗎 不算國家大事 但是是 人民所關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 我其實如果是 我就會想知道 萬一我拿到Surprise的時候 我會不會被 對不對 你爸姓柯嗎 沒有 謝啊 對你這樣一講 我爸姓什麼 姓謝 但是他不是 朱日大使 不是 差了一點 但你看喔 現在出現一個什麼問題 既然一樣 不能發表言論 不行啊 不行啊 沒錯啊 你上去 那個版主就會跟你講 版主會控制 他說如果你沒有 重大的新的八卦 或是有重大的發展 請不要在這裡 你這不是PTT嗎 對啊 以前不是都可以嗎 PTT裡面什麼都可以講 他 我不知道 不行啊 怪不得現在年輕人都要用D卡 不要用PTT 因為上次這個蘇貞昌這個 你有本事把我們D卡給卡掉 你有本事來控制我們D卡 統編的不是也不能講嗎 也不能講 對啊 你看 什麼03722 什麼 那個 行政院那個嘛 我現在不小心打統編都會念錯 你不要念錯 我說打統編 我說037 然後他可以申請不是嗎 對 所以你要記得寄到行政院喔 這是什麼時代 為什麼現在所有的言論都要被限制 自由 不知道 而且只要性對了 基本上 哎 哎呀 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人生嘛